馬上來講講一個新聞 其實就是關於台灣 最近比大陸有很多不同的反制攻勢 都幾亡亂,其中之一就是將三位 台獨 頑固分子列入名單之後 接著就 出手打擊他們的金主 就叫遠東集權 但其實 這個就是新聞的演繹 真的禁制或者懲罰在大陸的遠東集團 是出師有名的 首先就是一件事 它是有違反到這些規則 和市場的問題 還有 當時交代過說這些相關調查 就已經是進行了很久了 不是特別針對某一個方便的 這個是相當之好的說詞 現在這個遠東集團 就因為有些所謂 違規的情況之下 就罰了8800萬人民幣 即是1億港幣 他犯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環保 消防安全 稅務 等等 這是被人調查的 這輩子 這輩子正在追 不過當時國台犯 可能說多了一句 他說 歡迎 台胞和台企 去大陸投資 但是會繼續 依法保障台灣 銅包 和台灣企業合法的 經營 但是絕不允許 支持台獨 破壞兩岸 的人 給大陸賺錢 就是吃這裡 你就在撼這裡 就是說 就是 差點不滿 這個言辭 不過就是 如果你要 歸結 遠東集團被人罰的話 你當然有 這個問題 就是你違規了 所以這個國台辦的 發言人朱鳳聯 就已經是這樣交代 不過就好像現在台灣當局 包括民進黨 以及 有關這個 大陸的 工作的 代表 的人 官員 就好像說 喂 你這樣子 政治干預 這個 台灣企業 在大陸進行 這個經營 真的不是很好 這個 這個 立法委員會的 陳庭飛 表示 我們都可以作出一些反制 他說我對於中國的高官 我們的審查 越來越嚴格 不如 不如我們 列入清單 就是禁止一些 迷反人權的 中共官員入境 不過這個就是 上代之通過 大家都很奇怪 大陸就以 正式的法規 正式的規條 去追究 這一間所謂 遠東集團 這堆號入座 是一個 支持台獨 在大陸 搵設 未到支持 和外部勢力勾結的民進黨 這是你對號入座 現在你雖然說 未正式出台 你又說要禁制大陸官員來台灣 這個 也是很奇葩 都幾奇特的事 你猜你是美國 很多人都奇怪 當然 看新聞你覺得這件事有很多辯論的原地 你對我不對 或者你有理你沒有理 好像互相麻煩 但是我想 說出一個亮點給大家知道 這個亮點大家不要忽量 所謂亮點就是 究竟為什麼明知你是說 一些這樣的說話 都 叫做怎麼說呢 對不起 我講返制 明知是這麼矛盾 不承核這個邏輯 你怎麼說出來 這就叫做選舉 言語 不是說給我們聽 不是說給大家有理性分析的人來聽 你聽了可能 不是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講了很多 意正厭辭的辯論 你真是浪費力浪費時間 當然 作為街坊 出來 去當作茶餘飯後的 論題 都無妨的 不過就是 認識這個 國家政治 外交政治 等等 這些情況之下 通常 西方也好 多一些民主國家 都會經常說一些 好奇巴的說話 目的就是 保護某一方面的人 如果 台灣幫局不說 我都可以反制 中國的大陸的官員 我們都可以有能力 我們很強 你不說這些說話 你怎麼振奮到 你這種有台服傾向民心 所以剛才阿杰你也說過 應該被大家互相吵架 口水戰 詳細就不要說了 不過呢 很多說話 就算合不合 聽也好 陷陷磨擦 不要緊 你又不是上了李天命的 這個思考藝術一堂 沒有需要理會這些 不過就告訴你政治 現實 就說 明知是矛盾 我們都要做的嘛 輸人不輸陣 是吧 雖然你覺得很奇怪 我們香港 站高一個位置去看 台灣因為人家 去追究一些正常追究一些違規的 企業集團的事 你就去用政治或者你叫做什麼 美國那樣 這個 台什麼 涉台事務的一些 中國官員的 入境清單 挺有趣的 其實你的清單怎麼列呢 叫什麼名字呢 我們就定了你叫做什麼 頑固台獨分子 你會不會叫做頑毒 就是叫做頑固同一分子 所謂你會列幾個清單 譬如朱鳳蓮 會不會入入名單之內 匪而所思 不過不是 如果你 切身處地地這樣想想 你是台灣那些 選民 如果你是支持共產黨的話 你覺得 真是解氣 我們不是不行的 當然了 現在邏輯方面來說 你不就叫 台灣企業回到台灣 既然 這個地方不適合你做生意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你雖然知道 你台灣大會不會出口的發展 40是靠中國 你有千幾二千間的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有中國業務 那麼 那個邏輯 那個問題 也不需要詩辯 說不通 但是你就要說一些所謂的政治語言 選舉的言語 這些是值得我們去警惕的 不過如果說到真是 很矛盾 非常之不合理 最大的這個國家 應該是美國 剛才聽到李紅總編輯 數了大論外交 外交部的發言 趙立堅 真是很不留情編 美國這個所謂民主豐盾 他們沒有什麼顏面去 去搞 你搞爛尾工程 又搞這些什麼 燈塔堵納 就是堵塔 其實這些是很不留情編的說話 代表不滿 其實 我也說了 其實美國現在 這個叫做什麼 墨落俱樂部 如果你叫他們 用美式民主來做好招 墨落的意思 就沒什麼貶義 只不過說 美國就由 強勢 就開始下滑 還有 大臂的速度也挺快 剛才盧永鴻社長也說了 是不是 美國如果有實力的話 就不會搞什麼打半巴 我所定義的就是 灰色戰爭 為什麼要灰色戰爭 你一定是要避 中國的瘋狂 這個實力又不是很足夠 但是問題又要 擺姿態的話 一定是做很多 真是 違反常理和理性的事 民主峰會 不僅是爛尾樓 我口中所說的叫做墨落俱樂部 之餘 要引申回 台灣的學者 我經常都會引述 變解是挺深的 他很早已經說了 就是早成幾個禮拜 整個月 就已經說了 這位是賴岳謙教授 阿岳謙教授怎麼說呢 開始的時候有聲音要搞這個民主峰會 第一件事他解釋 民主峰會是做什麼的呢 因為這個G20就已經是維繫不了美國那個 集團 他的指揮棒 只有20個國家都未必夠 要搞這個所謂叫做 民主峰會 民主峰會 他就定義了 當時我早就已經定義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 不會邀請一些 威權國家 這是第一個標準 第二個標準 貪腐國家 然後 最後一個標準 就是 說到 這些國家 如果不是美國的盟國的話 我們也不會邀請的 就是說你又要 尊重人權 這個 又不是威權的政治 總之是 一些 真是很高尚大 一些國家 就會受邀請之列 不過問題的時候 賴岳謙 寫一個名單還沒出來 說 如果用兩個 就是用巨陣的列表來說 美國有非民國和民國 這個 類型 但是 符合我剛才那三個 什麼威權政治 人權 民主 之類 有一個標準 另一個標準 當然 就是一些 不太進步的民主國家 但是 在美國的 非盟國裏面 是不是全部都是 威權 什麼是 不主張民主自由 不是尊重民權的國家 其實不是的 美國盟有很多都是這些國家 當時賴岳謙指出 你中東 例如 比酒 拉美 南美 很多這些國家 但是 這些國家有部分 和美國是盟國 美國有很多這些國家 民主倒吐也好 各方面也好 只要符合他的利益 他就拉你過來 這些是美國盟國 如果不合你那三種什麼標準 就是高大上那三種標準 剛才說了 你怎麼呢 自己是製造分化 如果在科學那個 不是科學 是常理 推測來講的話 你真是會得罪了一部份 拉了一部份 總體來講 整個是很分化矛盾的 現在果然名單出來了 就會見到 中國俄羅斯 不入這個邀請之列 大家都 預知了 第一件事就是 新加坡 越南 泰國 烏雅尼 土耳其 都不獲 這個邀請 新加坡也奇怪 新加坡是一個盟國 鐵幹人 你說他 不是很符合 包括對抗權威 打擊貪腐 出盡人權 不符合這三個原則 你真是好像很樂意 對於新加坡來說 另外你經常拉著越南 泰國 你搞供應鏈 把中國的生產 放在那邊 這些又好像是你的準盟國 還有一些是盧右記 你真是打他 這個匈牙利 不用說了 唯一親中的一個中歐的國家 普爾奇 也是 因為他比較偏向 俄羅斯 這些 民主不是 不是很高質素的 你經常都批評他 譬如菲律賓 之前說他 那些什麼施政 那些什麼打擊 伏法 全部都維放人權 波蘭 他那個 民權 自由 紀錄都不是 多好 伊拉克 印度 但這些全部是受邀請的 交局其實 為什麼呢 阿拉克已經說了 是不是你 拜登這些謀事 質素有問題 你幫拜登 量一條 搞民主峰會 你似乎真是掘個坑 讓你老實跳下去 不過 剛才那個說話 政治不是說理性 或者是說 邏輯 你如果用這件事去說 有時間說 當然是公說公有你 婆說婆有你 辯論 是不可以解決問題的 因為 政反的論據 是一百幾十個 起碼 甚至是幾百個 你列不出 你列不出來的 列出來 都不代表事實 整個峰會 大家都看到 焦點什麼 突出台灣 受邀請 這個部分 這次的民主峰會 其實最著力 不是所說 它要達到什麼 生惡目 打擊貪腐 打擊權威 打擊這些 違反人 絕對不是做這些 建設性的事 只是拉攏 一些美國的朋友 不是盟友 朋友 或者這些 不是很乾淨的朋友 進來 想做台戲 想突顯台灣的地位 不過剛才 盧平堂寫了說 打半巴 然後 好像又不邀請他的 領導人 蔡英文 失息 失息幾多 但是沒辦法 角力問題 做一些弱智的事 不要是弱智 違反理智的事 這就是因為 大學謙教授 說得很對 是不是你的謀事 真的叫做 想不通 想不可以呢 所謂讀這些東西 他們的謀事 其實還有一個主軸 就是 我經常所說 現在是新中美關係 他們這些謀事 就提出 有三個障礙 其實我最初說 我都看不明白 都是三甲底 就叫做合作對抗 競爭或者鬥爭 這三個障礙合在一起 現在就很清晰 美國謀求 不是一個統一的標準 或者不是一個 有連貫性的 外交邏輯 總之跟中國關係分三部分 這三部分 其實 謝曼 在七月訪問天長的時候 都曾經重新過 競爭合作對抗 當時被外交部副部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的新聞 很重要 外交部副部長 這三個所謂叫做競爭 合作對抗 對抗才是本質 說了 中美的主族 對抗 接下來 所謂叫做 合作 有優勢的領域 我就跟你脫勾 貨技交流 即美國有優勢 我跟你脫勾 我不能合作 有優勢的 或者我可以吃你的 我和你合作 這就是合作 接著 就說 他為了要壓制中國 就不惜 衝突和對抗 只要想解決美國 所關切的問題 想要得到美國所得到的結果 單方面受益的話 就會壞事做絕 還想佔盡 好處 講得很清楚 整個的這個所謂中美關係 現在 出現那個所謂大家看不通的 矛盾的地方 為什麼說這件事讓了一步 這件事好像緩和那件事 為什麼又緊張 所以說 為什麼就說 美國的峰會 依然是要搞 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美國和中國的合作 沒有 這次你看到剛才 你跟總皮特所說的話 我們對這個峰會這麼凶狠的批評就說 好了 這個 的範圍是屬於大家對抗的範圍 既然是對抗的話 你做得絕 我就比你做得更加絕 就是說 不是單止 偷諸不佛 會看到 你跟鄭都說 軍事的壓力 也除之加注台灣身上 我就跟你打台灣這槍牌 所以你又不要說 現在好像 台灣很緊張 所以是否中美合作又會受到什麼拖延 突然間又說 簽了一張大單 好像我們有換木了 你懂得看這個局 謝鋒副外交部長 已經提點了 一早踢爆了 我找回資料 不敢說 這個是三甲底 三甲底自然有矛盾 不過又分清 台灣牌 是一個對抗的障礙 這個是不能換和 不能交換 不能大家對沖 合作的 比如說 貿易 比如說 金融 比如說 所謂的 合作 至於 競爭 其實我想都是 口說而已 大家是 一些言語陷阱 如果比如說有優勢 我有優勢的 我就 同張猛打你 另外 就會施於很大的極硬施嚇 這三樣東西 其實主軸就是對抗 就等於我所說 中美足球賽 落場 因為踢球 不是選美會 不是互相 大家抱著 又說我讚你 你讚我 我不是很優勢 積極這件事 中美慣例就容易說了 以後有機會有事例 繼續會和大家談談 究竟中美關係 會走到哪一步 但是現在就說 台灣牌 是很緊張 民主峰會 是一個新的角力的一個焦點 除了罵你之外 你看到飛機 看到船艦 都將會 去 表達 大陸對台灣的態度 我會不想問 這題是 你看到 土地 在哪兒 你 拍攝